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涛 几期节目中都跟大家说这七的数 其实说七的数的意思呢 主要就我个人真正本来的概念就是 它是个定数 它能反映出人在其中 就我们个人在其中 一切东西都是有定数的 而这个定数呢 却跟我们传统中看到的信仰有关 而谈到信仰就谈到神佛道 就谈到更高的 那其实是 而神佛道 他的信仰的概念 他是在揭示人生命中 生命 每一个具体的人在 现实天地间的环境之间的关系 懂得这项关系的时候 在人中的利益上的争持 一些努力的奋斗 你就看得它会很可笑 因为这东西是假的 这东西是假的 就像一个人开车 在把自己的车要弄成什么样 要把这车开成什么样 他想了一大堆 其实呢 人生的旅程只不过就像从纽约 开到旧金山 完了 而且呢 车的本身的 你做 你开车 说开车还有自主呢 其实你做的是bus 其实你做的是bus 啥意思呢 你想偏点轨迹 你只能在这个车道的 我走内道还是走外道 走快车道 走慢车道 中间开慢点 中间开快点 都不听你使唤 都不听你使唤 其实想想你就是坐车的 还都不是开车的 明白的人才能开车 不明白的人都是坐车的 也就是这块肉带着你走哪就算哪 你以为是你自己带的 其实不是 你以为是你自己带自己 自己说了算 根本不是 所以这里面的定数的概念就是 到时候结婚 到时候生子 到时候就嗝皮着梁大海棠 对吧 我当主席 我当总书记 瞎掰 瞎掰 我跟你说 当主席当总书记 就跟狗吃了豆子 然后放点屁 是一样的概念 它只不过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那人们当走到这份上就不成了 他就觉得自个儿不得了了 他不得了的概念是什么呢 他其实脱离了自己生命的本来 想停着下车不走了 说我永远当主席 就万岁了 岁你个大头鬼啊 这就是当你去万岁的时候 你就尝试着去破除这个定律 你认为你自己说了算 我们讲七的定律 今天早上就在 因为这事都是这么 一个事一个事跟着来的 2012年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的九月份 他弄了15天没上班 为什么 他非得要把政治局常委 得从九个改成七个 是不是 九个政治局常委是当年2002年 江泽民为了垂帘听政 给干成九个 就把这个胡锦涛就给整了 习近平不干 那他还怕被垂帘听政吗 所以他唯一的办法是破掉他 他破完改成七个 破完了改成七个 而这七个呢 走到今天呢 应了那个七的定数了 天地间就这么回事 然后在七成之各之后 到了十九大 他竟然说了一个 不忘初心方德始终 我以为这是他 其实在他的生命本性中 有他的思考 就是他有生命中的 相当的理念的思考 但是呢 可能是很想权力了 那搞保不齐 或者有自己的报复 就像我说的 你你细品 他他相当自卑的 一个自卑者 随着权力的增长 他自负报复的心理 同样的增长 当他认为可以成功的时候 他骤然报复整个社会 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 是要统治人类的 他高过了毛泽东 高过毛泽东 而这样的人会一根筋的 遇见多大阻力 他也一根筋的 他因为那是他实现 生命中的梦想 说你们今天拆死我 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我一定达到那个目标 所以那其实在过程中 却应对了 他确实把共产党弄死了 他这个点数 这个结束 这个定数被他送到了 被他送到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所以才提到说 退党退团退队 这是真正救自己了 那爷们儿把共产党给送到了 你就没时间了 他才不在乎你呢 他只在乎他自个儿 这事你要弄不清楚 天下最大的笨蛋 网上有篇报道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第三轮贸易战可能在年底开打 川习会成了关键 这是昨天晚上突然爆出的一条消息 原文来自于彭博社 如果这个川习会没有结果 美国准备在12月初 把剩余的2570亿美元 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 60天的公众咨询 所以就在明年 应该是在明年的 中国过年的时候 新年的时候 贸易战开打 他真能整 川普真能整 500亿 他分了两段 那是大家是有的谈的 前340亿 后160亿 那个关税加多少 他也实际没多大作用 后2000亿 那是起作用 他放在9月24号 中秋节这一天 剩下的 他要放在过年 大年三十那天 或者大年初一那天 他真能整 这个东西都是学心理学 你要说这边叫学心理学 就是他在 他在弄的时候 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一定考虑到 对方的心态 但如果他 他打的你是过年 过节 中国人就主要 就两个节 一个中秋 一个过年 各送一个蛋糕 那是忘死了打 诚心 恶心习近平 你过年送礼嘛 那你到年跟前 谁连 共产党的宣传 宣传的东西 连白猫女 都弄个红头绳的 对不对 他就说这意思了 他给你勒上脖子 那你说 就川普而言 他内心中 有多恨吧 对共产党有多恨 路透社引述了一位 关税谈判的官员说 车轮正在向那个方向转动 川普直言 要向中国在下重手 在周末是说我们正陷入一场麻烦的争端之中 我们身处在贸易战的争端里 我用这个词已经比较柔软了 我们最终会取得胜利 因为我们一定会赢的 所以这是他一定要打的 事情是他弄出来的 那过程完全是他主动在打击 中共毫无还手之力 就这么回事 中共毫无还手之力 曾经报过一个消息 我就开玩笑 纽约时报报的 说这个川普的手机呢 一直被三个手机 一直被中共窃听的 他实际是打击川普 一直在被窃听的 窃听就是 那大家一听起来 那就川普就是啥了 可是上到习近平 下到他的商业部长 都算上 包括王岐山都算上 所有人问的一个问题 到底川普是什么人呢 那不就这问题吗 我们说过 我们说川普就是一个真实的人 他是一个真的人 共产党员叫动物 是高级的 他不是人 问题在这儿 就这东西听不懂 都是平平坦坦的 放你跟前 你都不认识 就这么回事 自由亚洲电台 央行行长说 不偏袒国企 贸易战年底休战 这实际不是他自己的原文 是另外一位姓邓的 国内的学者 在金融时报写了一篇文章 他认为是否在年底前会休战 做了一番揣测 他是国内的 国内的政治 国内的 怎么说呢 他现在叫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 我估计是就给自己人找个饭吃了 找个饭碗 BBC纽约时报跟这个英国的金融时报都登过他的文章 非常政治 非常政治性的 就我个人来讲 就算个学者 非常政治性 所以这篇文章呢 头看着挺大 其实呢 完全是他自己 智囊就是写东西呗 就写出这么个东西 在他的眼睛里认为 央行行长的说法 就是年底的贸易战会停 我觉得瞎掰 今天习近平身边只有一只鹤 连个家巧都没有 一缸说不上话 一缸说不上话 所以拿一个说不上话的 去讨论这些东西 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 今天 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 除了一个人的照片 其他人连个手指头都插不上 你跟他 你分析这东西 只能赚稿费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